謝謝主席 好,有請我們院長 委員長 院長,早安 大家都辛苦了 今天我的主題 政出宮了 政不只要出宮 政更要入室 那政出宮了是什么呢 就是我看到新聞 我非常開心 我們的故宮的文物 前進了西門紅樓 年輕人最多的地方 去具體的行銷 那設了一個快閃電 就代表我們政出宮了 很好 貼近年輕人的想法 我們走出去 讓大家藉由文創商品 然後進一步來認識 故宮的文物 但是我要說 政出宮了是有形的躯殼出宮了 老故宮年輕化 你需要的是 整個腦袋跟整個思維的再創新 腦袋跟思維的入室 好下一頁 您知道嗎 媒體對你很好 其實 你有嚴重的失言 您知道嗎 在去年 抓寶很紅的時候 您為了說 當然故宮展場 我們禁止抓寶 基本上我覺得這是可以討論的 雖然很多年輕人覺得 Why not 但我也認為進到博物館 神聖的殿堂 來這裡是灑花抓寶 這確實值得商榷 不過那時候你就說了 你說喔 哎呀年輕人 寧可抓寶 不看國寶 啊拜託 笨蛋 問題在你耶 問題是你為什麼不能讓年輕人想要來看國寶 笨蛋 問題是在創意跟行銷 那您嚴重的失言是說 年輕朋友啊 走路東青手僵屍啦 怎麼能夠期待他們來看展呢 天啊 這是嚴重的失言啊 我覺得是院長 不好意思 我替年輕人講句話 我也是年輕人啊 我自詩我還是年輕人啦 是你們腦袋像殭屍啊 怎麼說年輕人走路像殭屍 怎麼期待他們來看展呢 我們就應該就像你們正出宮了 願意前進西門紅樓 年輕人最多的地方跟年輕人做朋友 這樣的思維才對嘛 所以你要不要為你的失言 平反一下 你知道嗎 最近在網路上跟你們故宮小編搶人氣 哇這個網站打得很兇 這個全聯小編啊 這幾天就因為他們的老總裁講錯話 年輕人都還花錢 哇這句話講錯話你知道嗎 這個全聯小編齁 整組黑了了啊 難得過去跟年輕人交朋友在網路上 這麼苦心的經營 那人家都被搞成這樣 你要不要對年輕人say sorry啊 對我這位年輕人say sorry我走路不像殭屍喔 我實在是活蹦亂跳喔 院長我給你一個機會 這個應該講話的時候有那個情境吧 大家是在問那個當時在抓寶的那個的狀況啊 所以你覺得年輕人走路像殭屍 你現在講起來你還是覺得你沒有講錯 不是的那個應該那個時期的一個情境 就是在抓寶的年輕人吧 應該是那個 哇那你這樣也得罪很多人喔 抓寶年輕人 不只抓寶的年輕人 抓寶還一堆老年人喔 好啦我們修正啦 不要腦袋硬邦邦 不要腦袋像殭屍 我們就是像你們現在大家一起努力的 老故宮年輕化 勇敢擁抱年輕人 我們和年輕人活蹦亂跳 哇跳跳的走在一起 這才對 思維腦袋要顛覆跟翻轉 下一頁 今天就要跟你說網頁數位化 你們的故宮小編真的很厲害 一個青花瓷碗就搞得真的哇跳跳 你給他加薪了沒啊 他說光一個青花瓷碗26500塊 一個月薪水都買不去耶 小便利大工你要來加薪嗎 這個可以思考 用特製費 好好好 你說那最少用特製費請他們吃個飯 或者是送他們一個青花瓷碗也不錯 其實我真的覺得網路行銷的大躍進 就是不用花太多錢 你一個年輕平均27歲的故宮小編10個人 就幫你搞的鬼刷平啊 你們現在的網路粉絲人數大躍進有4萬多人 最近這個很有名的這個對你來講是右邊這個圖 小編要招親 小編要招親 哇 我都想請他替我招親耶 可以嗎 真的大家討論非常的踴躍 這就是腦袋不要像僵屍 我們可以用新的內容新的創意去行銷 我看到你們在改變 拜託咧 咱家長官要改變 下一頁 我還想考慮一下要不要幫我招親 願意幫我招親 我可以送他青花瓷碗 有那麼好的內容 可以來撇蹭美女 這個應該很容易啦 不用太擔憂 我很擔憂 我講不下去 好 因為故宮小編立大功 所以行銷成功 我們的文創商品真的被翻 業績長紅 你看我這裡秀出來的 就看整個趨勢 在105年 整個文創商品的銷路高達6.28億 比去年也多了快大概5.8億 一路的攀升 真的很夯很潮 這是一個好的行銷手法 下一頁 但我有一個小問題 今天我們要省預算 這些文創商品都賺翻了 那為什麼在你們的預算執行狀況的業務 總收入的部分執行結果 比預算數少了3億多 少了三成 為什麼 這當中有一些因素啦 前面的話有提到 就是說它有一些是因為製造成本提高的 這個是一個 另外的話就是說它在整個 在收入方面 原來跟邊的預算它就有 OK有落差 所以我們在審議基金預算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這個業績長紅的趨勢 我們會在歲入的部分來著雨增加跟要求 那anyway 我們絕對沒有要求故宮賺錢賺錢不是 而是我們希望讓你們的產品 文創商品 是一個好的assess 讓大家進入對於文物的喜好 跟認識 這是最主要的 好 我們這個細節在審預算的時候再來議 好 我們下一頁 我原本在預測說 你會回答我 為什麼這個決算數少了三成 可能是我個人調閱資料我的解讀是 因應數位風潮興起 文創商品雖然大賣 但是出版品確實都比較下滑 所以過去委員們都說 哇 一大堆出版品是堆在倉庫裡面 所以我在這裡點出簡單的問題 在審預算的時候 請你具體的提供答案 數位風潮興起之下的 傳統的出版品 不管是你們的畫冊手卷 圖片 明信片 或是書籍 如何能夠跟上數位化的時代來與時俱進 這個我先把題目拋給你 好 我們下一頁回到今天數位化的主題 我有幾個建議啊 數位化的成敗絕對在內容內容內容 創新的手法 那個是一個表象 吸引大家來 但最重要的絕對是你的內容 這是故宮網頁裡頭常設展的介紹 玉器展 漢字原流展 宗教雕塑藝術展 我舉例弄三個 內容真的請求教科書 對我來講都有一點無字天書啊 正才看得懂啊 有老師在教的正才看得懂啊 你相對於你們故宮小編的方法 他在網頁上弄了一個 清明上河圖是什麼 ABCD哪一個是真的哪一個是假的 透過一個很有趣的互動 大家對於清明上河圖有更深的認識跟理解 所以拜託 常設展像教科書 皇帝才看得懂的 請改一改 好不好 常設展是我們長期在做promote的 請記錄下來 好 下一頁 我的建議更是 看看你們故宮醫學員 可能剛剛有其他委員也關心到 確實你們拍了 新的一大堆 4K的一大堆畫質更好的 可是在故宮醫學員找不到 請回去檢討 那我這裡要挑戰您的 要提醒您的 督促您的就是 故宮醫學員的現在這些 要透過教育來 協助大家理解珍貴的文物 結果看的人上架多年 真的罰人問津 都真的輸給那個故宮小編 我們看下一頁 影片拍得很好 我們的影片拍得都比北京故宮好 可是呢 北京故宮就以他這個紀錄片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他加起來將近30萬人的點閱 真的贏你 疼疼 所以我們內容沒有輸人家 但是就是這個清明性 創意 我提供給您 好不好 在下一頁 數位化成敗在辯明 讓大家容易親近 我要再做一個提醒 故宮網頁真的只有皇帝才懂得怎麼查 如果皇帝懂得用電腦的話 如果皇帝也懂得數位化的話 我上次不是質詢過您嗎 世大運 我們可以來測一個展 把歷代的這個皇帝他們的運動來測一個展 這是非常好的 可惜你們來不及做 那個時候我跟我助理開始想 我們是門外漢啊 我怎麼去查詢 古代的皇帝他怎麼運動呢 我Key in了足球 查不到 你要打這個叫促居 也就是 古代的皇帝 那個時代踢的足球叫促居 哇 真的皇帝才懂 我要查一個馬球 他的官方漢字叫做極球 這個球我還很少看得到 真的是皇帝才懂得怎麼查 這樣的查詢是不變明的 是不是符合我們新時代的一個用語 來有利於查詢 我是切身經驗 我在做世大運的策展 我在查歷代的運動的展品 我真的很痛苦 我是凡夫俗指 我不是皇上 拜託 這個請改進 再下一頁 我再給你一個建議 手機軟體 並沒有 現在大家都用手機載體在閱讀 可是你們進入手機載體裡頭的 還是電腦版的這個網頁 好事做半套 這個請你們的同仁回去改 這個會改嘛 副院長說會改 很好 下一頁 另外又有一個提醒 數位化過了頭 我們的APP實在too much 我現在上去找你們故宮的APP 有六個 有六個 然後你們的人告訴我說 委員我們知道問題了 右邊那三個會下架 還沒下架 六個可不可以整合啊 下一頁 你看花了很多錢 因為分散 因為沒有整合 每一個去點閱下載的人都不高 真的都不高 非常的可惜 請進行整合下一頁 你們做得到 因為南院就整合了 南院雖然是你要花90塊去下載 但是它是一個完整的整合下的APP 那北院應該來跟著做 這樣好不好 我今天提出了幾個具體 針對網頁經營的這些具體的事項 是不是請院長您都記錄下來 統一回覆一下好嗎 給你20秒 謝謝委員的一個關心 那這一部分 其實故宮我們在提新故宮 運動 其實的話 他的精神也是希望說朝向 有不一樣的一個故宮 走向更現代化 代表像僵屍 前瞻計畫的5點多億 花不了多少錢的我這些的建議 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鄭出宮了 鄭更要入市 我最後做個提醒 你都可以到西門紅樓去設櫃 去做一個快閃電 我真的不能接受上次你告訴我的 你不願意跟世大運的各場館設櫃 我要求比較你們到西門故宮的快閃電 去走進世大運的各個場館 讓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運動員 可以親近故宮的文化 我在這裡具體要求 沒有道理 西門紅樓做得到 其他世大運的場館做不到 非常可惜 好 謝謝 然後我們 對不起 時間到 我會叮這件事 謝謝主席 然後那個鄭出宮了 下次我們現在看到私有出價了 好不好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張廖萬間委員